因为是这样的 在沙巴有一位61岁的一位仁兄 那么呢 他是第三次中风 第三次中风 然后呢 经过我们的一个新会员 刚好提了水仪回家 那么呢 他是他对面 刚好对面家的一位61岁的先生呢 就因为已经中风第三次了嘛 那么医生呢 也把他送回家了 告诉他家人说 要回来的都可以回来了 所以这一句话 大家应该都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嘛 好 那么呢 这位我们的会员呢 就当天呢 拿了水仪回家 就马上就弄了两桶水给他 两桶水给他 那么就叫他家人 不如你给他试一试 给他喝一喝 这样 反正都医生叫他回来了嘛 对不对 那么这位仁兄呢 这个病人本身呢 他已经是躺在床上 也认不到自己的太太 自己家人都认不到了 吃东西呢 就吞不下去的 一定要站起来 家人要扶他站起来 吃东西才能够吞得下的 然后呢 上厕所大小便呢 都已经不能够自己控制了 都自己不能够处理 都要家人的协助 我们的家人呢 就送水到他家里 就给他开始喝 结果呢 盘碗拿去给他喝之后呢 他赶到当天的晚上 突然间呢 自己上厕所 自己爬起来了 上厕所了 所以全家人开始 不是开心 而是开始担心了 因为在我们华人里面呢 都有一句话叫做 回光返照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病人本身呢 已经躺了这么久 都不能够起床 突然间自己能够上厕所 所以全家人就开始了 那么 没关系啦 那么到第二天呢 他还说跟家人要求说 要去吃那个生肉面 然后家人都想到 哎呀 既然都是这种情况 都可能是回光返照嘛 就把他带去了 给他去吃生肉面 没想到呢 可以自己坐着来吃生肉面 还会咸 还会咸 味道差一点 那家人也无奈嘛 无奈 那么我在前天呢 我们的这位家人呢 他就来到公司 然后我刚好见到他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哎 这位你的对面家 那个中风的病人 怎么样了 他说 哎呀 如果要讲啊 哎呀 故事很长很长很多来讲 他说他赶时间拿水嘛 结果 他说 总而言之 医生说 他不用死了 所以 看看 这个这么神奇的一个水 竟然可以 把一个在死亡边缘 从阎罗王的手里呢 把他抢回来 各位 所以呢 反正我们都要喝水 那么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试一试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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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